攻击癌呢 其实目前人为来说 它主要是人乳头流病毒感染 是它的一个首要的致病因素 那么结合其他的一些病人的体质啊等等 这些导致攻击癌 其实1990年 有一个人呢 就发表了一个高影响的文章 它是通过各种非常精细的 解测手段呢 在攻击癌里头发现 99.7%的攻击癌里头 都找到了HPV 所以这是发病率很高的 所以在我们临床上这种筛查来说 筛查的方法呢 比它用的这个方法 有些HPV可能解测不出来 所以是不是HPV阴性 一定不会得攻击癌 我觉得这应该是否认的 如果HPV阴性 那你肯定得攻击癌的分险 就比阳性的人低了很多 那我们定期做相应的筛查 假设这个人潜在的 已经有HPV感染 或者潜在的HPV病变 那么他这个 你今年没有筛出来 明年就可能筛出来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 重复的筛查也可以补漏 不能说HPV阴性 一定不会得攻击癌 但是他得攻击癌的几率很低 每天的词 大家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 La 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